包座 倒數兩天就要投票 侯友宜回訪本命區 新莊車嫂 黨主席朱鑫陪童 接著到樹林 拜廟祈福 吹票再吹票 期盼去年新北九合一大胜的选票 每一票都不能不要 只是在最后关键时刻 前总统马英九说 两岸关系要相信习近平 这话如此敏感 不好好解释也不行 强化国防金贝 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尤其在我们国防金贝里面 我会对自愿意加薪 最高会提高到一万 同时也会强化台美金市情报互通性 以及金市的训练 再加上我们也不断地去提升 我们全民防卫动员委员会的能量 让我们的国防金贝 能够大幅提升 我们才有能力 才去谈对话跟交流 这就是我们部分 我不赞同的地方 先前曾表态两岸路线尊马 但面对这颗突然抛来的轻中炸弹 伙伴也忙着拆弹 侯友宜也极力想把主轴拉回蓝绿 四年前民进党高喊抗中保台 在抗中保台的氛围赢得胜想 难怪的庆费大学的协生自治会长 最后他讲了一段话 民进党政府 利用香港的民主自由的血跟泪 骗起了选票 夺得了挣钱 选后不闻不问 所以今天在记者会 赵沙纲讲得非常的清楚 香港有很多的科技跟经济贸易 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我们都翻译科技贸易的人才 能够到台湾来 大家一起来创造共同的兼具 带给我们台湾人民有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大家一起正向努力 选钱比的正是谁犯错少 能加分当然好 但别扣到分才是首要 最后就你们会终于新北藏不到 锁地TVBS新闻网